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尊重被拍者的人权 你要尊重自然界的生命 摄影伦理其实也是做人的伦理 王姓老师可以算是相当传奇的人物 自1970年代先行领航的台湾报导摄影领域 在今日摄影与当代影像被学界大量关注与论述的时刻 有据意义 美术馆以另一种目线为名 作品计划和创作时间为轴 邀集剧代表性的14个主题语系列 展现他近50年来的创作历程与成就 展览希望传达王姓个人独有的 着眼取向和视角 以及他的形式风格 他的摄影观 在日本留学之前 曾经在1965年在物色农校 就是现在的仁爱高农 那里都是原住民的学生 那他们经常问我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常常下山去比赛 那他就问我说 老师 为什么我们到平地的时候 他们都会欺负 我们也看不起我们 那我对这个问题 其实一直 其实是觉得蛮心痛的 然后我也没办法给他们 非常圆满的答案 那对这件事情 我一直耿耿于怀 同时我是觉得 人类自己觉得自己很棒的 或者是自己觉得是自己最好 就是说很自傲的这种 我是觉得说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的平地人 一直认为山地人是比较愚蠢的啦 他们就是爱喝酒啦 他们就是对他们很多的误解 那我是觉得是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模式 也不了解他们的文化 同时因为这种不了解 而造成这种偏见跟歧视 所以我在日本学摄影 后来转向走报导摄影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有想 我应该替他们留下一点记录 然后呢应该拍他们的素颜 也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然后让平地人能了解 就是说他们实际的状况 并不是这样 那也希望能进而能化解 就是说对他们的那个误解 跟偏见还有歧视 这个《蓝与再见》这一间 它是最完整的 就是说中间没有断 我们看系列摄影是这样 就是说导演一定要看 导演看完以后 从第一张开始看 不必每一张盯着看很久 其实是顺着看 就是每一张这样顺着看 速度也不必太快 但是也不必太慢 所以它是有关联的 就有点像电影的分镜 事实上这种系列摄影 它是从电影来的 你这样顺着看的话 它们的关系 每一张的关系 你就会掌握到 顺着这样一圈看完以后 想一下说 那个导演跟你看到的 是不是有切合 如果说它蛮切合 就表示说这个系列是成功 然后呢看照片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不是 未来要去学构图 而是想说这张照片 它到底要呈现什么给你 它到底要告诉你什么 我们坐游览车过去的时候 一群人看到它 因为它刚从海上上来 那手还拿那个枪 大家就想拍它 然后就滴香烟 反正讨好它 蛮有意思的是 它心里很清楚说 你这一群人到底要干嘛 大家都是用什么 用钱嘛 就是说它不让你拍 然后你就给它钱 然后呢它就让你拍 我非常厌恶这种事情 所以我在兰语拍的时候 它不让我拍我就不拍 我不给钱 不是舍不得 是不应该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拍完的这个影像 你不能去加不实的说明 还有就是你不能去安排虚假的场面 这个都是你摄影必须要注意的 像这一张可能就觉得说 它没什么 事实上你仔细看它的内容 仔细看它的内容 你看喔 它的宗教 你看它有那个牌位 然后它有十字架 然后呢 你看它还有那个老总统的 当初的那个 所以这整个有点不伦不类啦 但是我不是在责备它 就是说它们不懂 对不对 啊 祖先牌位 因为已经接受我们的文化嘛 我们的文化是强势的进去 文化可以接受 但是我是觉得是渐进 同时是自己愿意 而不能强加 他们也在思考何去何从 其实心里很苦的 那最后一张 事实上我在公车上面 然后呢 因为有下雨 我的感觉啦 我那时候的心情是觉得说 那是眼泪 对我来讲它是眼泪 就是我的眼泪 就是说 蓝宇再见了 事实上蓝宇再见了嘛 真的再见了 我两年前 三年前 有去过蓝宇嘛 我的那个 纪录片里面有 维商建筑 一一堆 我小时候其实是在电影院长大的 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五家电影院 然后我每次都是去拉着大人的衣服 然后就混进去 然后看了很多电影 那这些电影其实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我想是构图 这个中山堂是我小时候在这里泡的 它是个电影院 那那一天我跟妈妈陪妈妈去公演 因为我会陪她去散步 然后我带的是那个傻瓜相机 远远的一看那个 就是那个房子好像飞起来 那种感觉很特别 所以我就按了 我知道它会模糊 我也知道它会晃动 但这个是在允许的 所以这个都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嘛 我小时候在这里抓虾啊 这个非常早拍的 因为当初还有在西边洗衣服嘛 现在大概不可能 在 sic肯定是cé竞在那里 你当初有时那样的广告 你好什么 我还不可能 你 каким可能 那这是我长得 你把穴都上得到 我都在哪里 那你挺多看 我还不可能 我还不可能 因为我从小身体不好 所以父母对我就比较放任 就是说这个小孩能长大 能活着就好了 所以就不太管我 所以我一路上讲难听就是叫做反判 其实不是反判 是做自我 刚学四眼常常请妈妈或爸爸当模特儿 那他们就也很乐意 所以妈妈也拍了很多 那这个是我学生时代拍的 那拿到学校染色 会拍照 其实我不知道跟我舅舅可能有点关系 因为他借我相机 那那个相机当年是蛮贵重 我怕坏掉 那没想到我父亲会托人家从日本 帮我买了一台相机 那台相机我现在还在 所以我常常讲说 我会走摄影的路是被两个男生宠出来的 就是我的舅舅跟我的爸爸 那我学生时代的时候 因为我会尝试非常多的不同的胶卷 那个胶卷的种类因为很多 那我希望知道它的属性嘛 所以我各种胶卷我都会尝试 我也会调整药水 就是药水的浓度 然后再来就是调整那个相纸的 因为相纸它有软调中间调硬调 然后用这个来尝试 那找出自己喜欢的 我的年代是有受到白色恐怖的惊吓过 当然我本身没有 但是因为学校的老师被抓 学校的老师死在月中 然后呢我家的职员被抓 所以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大人 大人都吓得要死 那你也会感受到 所以当初定了这个题目 逃亡者之眼 事实上我没有真的在逃亡 但是我觉得那是心里的逃亡 心境上的逃亡 我其实是个悲观主义 我不是很乐观是没错 但是因为我常常会对生命 或者生死的问题 会常常很在意 就是常常会去想这个问题 那其实当初我很喜欢海嘛 我很喜欢海边 然后当初去海边拍的时候是天气很好 那心想说可以拍一些海景 那拍海景的时候很奇怪 就看了这些东西以后 心境突然不好 心情就突然沉下来 然后突然觉得说 哎呀是我自己的死亡 感觉所以我非常知道 这张我是最喜欢嘛 这张Ending最喜欢 那刚好也抓到就是 当然这比较象征 这比较象征就是说 送葬 最后的送葬 因为我蛮喜欢音乐啊 或者是画画啊 就是艺术性的东西 我都蛮喜欢啊 文学啊 那我会看一些他们的作品 那看了以后你就会想说 哎呀如果能拍他们多好 那就是一个机缘嘛 就是说你碰到你才能拍嘛 那刚好是那个林海音 林海音先生 因为他很疼我 那他家常常有艺文活动 所以很多时候 他就会把相机交给我说 好啦那就交给你 所以我会拍了很多艺文圈的人 事实上我自己也一直想拍艺文圈的人 夏主力他要写一本那个握笔的人 然后他要求他就说我们合作 他写我拍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是我自己拍 有一些是朋友介绍 有一些是跟 有一些是跟夏主力 我拍照常常会这样就说 我抓到了我就会停止 我没抓到我就会一直拍 那就是说我要仔细观察 仔细观察他们的神情 那再来就是说 他们有一些我看过他的画 或者是文章 我知道一些他的特质 那再来就是他的体语 他的体语怎么表现 那这个体语对我来讲就是说 比较能呈现他个人 我希望能把台湾的九大族 全部做个记录 然后能让就是平地人了解 就是说他们真正在做什么 他妈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很认真在工作 很认真在生活 但是我们观光课偶尔去看一下 就看了几个倒在地上的喝醉酒的 就说你看他都不工作了 爱喝酒 这个是很不公平 很多人问我说 你是喜欢小孩跟妇女吗 其实不是 那是一个现况 因为年轻人他必须去平地赚钱做事情 因为政府是希望说他们盖水泥屋 那你盖水泥屋的话 去哪里拿钱呢 可能就要贷款 那贷的款哪里还呢 当然就要出去做事情 所以等于是唱空城记 就是说你看不到年轻人 拍人的目的事实上是要跟人拉近距离 而不是说把距离推远 所以我非常强调说 你必须有勇气有胆量 你面对他 你为什么怕拍他呢 你不心虚 你不必走走长长 所以我训练学生说 你给我一米以内拍人 因为我看太多拿相机的人 会以为说他想拍谁 他就可以拍谁 没有这回事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限 所以我在强调就是说 你要尊重被拍者的人权 还有你要尊重自然界的生命 这一伦理其实也是做人的伦理 澎湖他分了两年去 1979跟1989 那他在1979年的时候 就已经大声疾呼说 希望这不是台湾的最后一只牛 那他也希望说 这个海上乐园 不是最后的海上乐园 他都其实对于澎湖 为了发展观光 或者是为了让当地的居民 能够更舒适地居住 可是却用毁坏过去的建筑民宅 或者是传统的历史建物 来作为发展观光的一个方法 他觉得都很不可取 所以他认为还好他当年有拍一些澎湖 保留当年的风土 人文景观 如果能拍有价值 所谓的有价值 就是说它有记录性 它可以记录社会的变迁 它可以记录时代的变化 一定会变迁嘛 把社会的这些变迁留起来 那这些就是有价值的照片 王信的作品可以说是有两个类型 一类是黑白的报导摄影 另外一类它就称为是美术摄影 我会把它归类在美术摄影 因为它用了软体 我饱和度是绝对要 那是我的基本 我当初彩色是用幻灯片 那后来开始所谓用数位 然后开始用手机 看到什么就拍什么 就很即兴很学性 有时候我会用一点软体 但是呢 你用那个软体的时候 我觉得重点 不是在玩那个软体 而是你有没有想法 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 是1981年 它去那个地方游历 你会发现 它在拍这些彩色摄影的时候 作品充满了强烈的孤独感 它还是带有浓浓的报导摄影的作用 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报导摄影 其实我对西藏了解也没有那么多 只知道它是一个密宗的国家 就是说信仰很虔诚 当初的最深的感受是说 因为它非常的温差也很大 然后我常常想这样的地方 怎么能有人可以活下来 然后他们的宗教又那么的虔诚 你看他们也可以走几天几夜 未来来参加这个祭典 它是另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我呢 看到我 你是不是这么多的 我是我 于你是不是这么多的 在你身上 你应该 在我身上 不敢 我 你 感谢观看